快递 来了 你好你的快递请签收一下 好好好 等一下等一下 行程这么好 要不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模特吧 可以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 这么精心打扮的快递员最适合做我们这个节目的模特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做什么坏事情 那快递小姐姐给我们 带了什么呢 电灯泡 还有 灯光调节器 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 就是因为我上一次辛辛苦苦做了一期 教大家怎么提高Vlog讲话时 不紧的视频 结果有人居然在评论里面说 自己没钱买不起这么好的灯光 那为了证明啊我这个 效果不是用钱堆出来了 那我们今天就试试看能不能只用几百块钱的预算 就能实现类似影视级别的打光 好我们快递的东西都到齐了啊 这个不是 我的设想是这样子 什么能被称为影视级别的曝光呢 我觉得首先并不是亮度 而是这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颜色 为什么选择乌丝灯而不是LED灯呢 因为就是廉价的LED灯啊 它颜色上总有一些光谱的缺失 像我们这个办公室里的灯也这样 这个灯有点偏绿 然后那个灯有点偏红 所以我选择乌丝灯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廉价的一个替代 还有一点我觉得能被称为影视级别的要求呢 就是可以调节 因为你根据不同的场景啊 调节不同的光亮嘛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调光器 然后我设想把它装在一个架子上 但是像这种灯架太贵了 一个就已经超过了几百块钱的预算 所以我网上淘宝买了一个衣架 也就几十块钱 40块钱 然后把它装在架子上之后呢 用柔光纸去柔化它 柔光纸很便宜的 一个十几块钱一大只 那我的初步设想是这样的 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 现在把灯泡拧到调光器上 每个乌斯灯泡的亮度是55瓦 我们主光就先用五个灯泡吧 要不要说个炒玩意 叫我们再拼架子 我就炒玩意啊 你们俩给我装 好这个架子已经OK了 我们让小姐姐入座吧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灯绑在这个架上里 好对啊 我们今天买的时候没有想法怎么固定对吧 对 我们自己去买点夹子或者这夹 好那一会买点夹子 准备开灯 颜色不对啊 我们调一下白平衡 等一下 乌斯灯泡的那个白平衡大概在2700K 我现在调了2700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就很好 而且因为它是这个乌斯灯的原理 所以它的显色是非常不错的 这光海岸还挺柔和的 我现在的开了五个灯 然后它的ISO是640 也不算太高吧 但是这个有点阴阳脸 还有这个柔光照没有完全就是发挥作用 好我们还要再来调整一下 然后这个主光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 我在想这个轮廓光怎么打 轮廓光本来是在家里拿了一个这种应急手电筒 可以照 我看是不是可以 这个手电筒的灯光非常糟糕 主要还是LED灯颜色的问题 白平衡后 这个蓝色非常死板 而且不能调亮度 所以我还是决定使用乌斯灯加调光器吧 这个观感不错 头发轮廓光很明显 使面部也很有层次 但光线太散了 而且还照到了背后的墙上 我们需要一个聚光设备 而且我希望背光是个冷色的要光 这样可以和主光形成颜色对比 那我们现在汇总一下问题 就是需要买点什么东西 反正你没枪好买完就可以了 反正矽波纸肯定要买 这个补充光线好了 反射一下 然后补充一点的 对一个圈曲光 我们要买一个 这样 用这个里边裹一圈 锡锅底 然后它就一圈黄的效果 多套几个 对 长一点 长一点 你试试看这个套 快走快走 太好了太好了 请把他们两个打发走了 就只有我跟小姐姐两个人 在办公室 回来了 我这边还没完事呢 你就回来 买了杯子 买了匣子 好 我们在灯架的侧后方都包上锡箔纸 这样可以把灯泡向后的光都反射回去 增加整体亮度 提高灯光的利用率 好了 我们平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自制的乌斯丹灯箱 期待给它打开 这是什么效果 好 背开 好 这个灯光很不错 非常的柔和 而且颜色也不错 好像还是挺令人满意 就是它这个方向 没有办法从上面45度打下来 但是我觉得现在背景的灯光太暗了 我们想办法做一些调整 加油 我们现在连接几个一次性杯 在内部铺上反射光的锡箔纸 作为束光筒 完成 这个束光筒也做好 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前面试过的效果非常好 一柱晴天 照在墙壁上的那个影 对 一个圆圈 这个聚光效果非常好 我们在前面沾上蓝色色纸 就是一个冷色调的背后映光 现在做的是一个反光的罩子 把这个灯光放在当中 然后靠这个锡箔纸反射到映画板 像小哥还在做的时候呢 我这边提一下 我这次用的是佳能51.8小弹音的进口 加上轮廓光 打开反射光到天花板 再打开主光 我觉得这效果有一些了 背景也被照亮 面部也有层次 但轮廓光太暗了 我们用调光器把主光调暗 再提高ISO看看效果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终结果 嗯 这个观感还可以吧 让我们和上一期专业版的灯光对比一下吧 嗯 因为还有一些镜头虚化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廉价版的整体观感呢 确实还是不如专业版灯光的 但让我们看看这两套设备的价格 专业版不仅灯光的总价是9030元 而我们廉价版呢 这套一共只要194块钱 差了都不止45倍 但是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的差距 真的有45倍的差距吗 甚至在一些点上 比如显色 比如人脸从亮到暗 从黄到蓝的层次感上 我觉得廉价版呢 还有一些些优势呢 但缺点就是它ISO得开的比较高 还有就是它的轮廓光 经过蓝色色质弱化之后呢 始终不是最明显 这点比较令人遗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对于灯光的控制 比灯光的价格要重要的多 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吧 大家觉得本期视频很实用的话 就收藏一下哦 想要学到更多干货 请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